知道哪一區的切答案件最多 那在3000多筆資料裡面的話 我怎麼知道 所以你必須什麼 因為它提供只有地址 所以你必須把地址裡面的這個資料 區的資料把它獨立出一個欄位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將來要做某一方面的統計分析的話 那你必須要有那個欄位的資料 也就是說沒有那個欄位資料 你就沒辦法做那個統計分析的動作 這個可能是一個前提 這個要特別特別 那另外的話哪一條路 或哪一條街或哪一條道 的切答案件最多 那我因為可能 這個全台北市的路跟街跟道 總數可能幾千條 那當然我只要前十條 也就是排名前十的 給我一下 那什麼時間切答案件最多 那什麼 哪一區的什麼時間又是最多 OK大概會有四個問題 那我們希望是有點像視覺化 比如說可以用 假如說我想呈現一個比例部分 比例多的 它的佔比最多 那它用圓形圖是最恰當的 為什麼櫻木了然嘛 那個比例有點像切餅一樣 哪個餅最大 那再來的話哪一個路上面的那個切答案件最多 也就是我們用紙條圖 因為前十個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十的話 這個區啦 區除了用紙條用那個圓形圖之外 其實也可以用紙條圖 那鏽的感覺其實都不一樣 你會發現這個圓形圖比例就比較明確 那如果紙條圖的話呢 其實呈現出來就是數量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越多的話數量 它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紙條圖的長度越長 看起來其實就相對的話 會是比較嚴重的治安 那再來的話呢 哪一條路的切答案件最多 那當然我是把它列舉出前十條 OK那這個是舊資料啦 那當然你也可以從 如果你有舊的資料 你可以跟新的資料比對一下 到底治安有沒有變好 OK然後前十名的話 大概不外乎就是中山北路 中山北路那邊好像相對比較 應該算是大同區還是什麼 中正區嘛 那邊相對比較亂一些 然後中校東路 然後南京東路 內湖路等等的這些 那切到的案件什麼時間最多 OK那當然就把它做出來了 首先當然我講過 將來我們要做出來的結果 至少第一階段就是 先函數再聚集在VBA 所以呢我們上個禮拜是 做了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函數部分 也就是我們做了兩個欄位的資料 這個的話是用什麼 用MID 有沒有那MID的意思是說 把這個資料裡面的 從第四個字 有沒有這邊是第四個字 取幾個字 取三個字 取三個字 那你會發現用MID切的話 那G2指的是這個儲存格位置 然後4的話就是第四個字 有沒有取三個字 那他就幫我把這個資料取到這邊來了 OK那MID其實相當重要 我發現這個用到的機率還蠻高的 那至於怎麼做 這上禮拜有講喔 OK那再來的話呢 另外一個就是路接道比較麻煩 因為如果說我今天要取什麼 這個路接道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要分析啦 分析什麼 那如果你不會用這一串公式來完成的話 那當然你可能會 這個 這個 土法煉鋼的話有沒有 以前的做法怎麼 點兩下 然後Ctrl C Ctrl V 那這邊點兩下 C Ctrl C Ctrl V 那如果三千多筆的話 你剛剛做完這一件事 做到下半應該也做不完 三千多筆耶 OK 那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說你可能很 眼睛會很疲勞吧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可以喔 用一個公式 就可以把這個結果做出來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我要分析 所以這邊我們一樣用了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用Fy Fy什麼呢 所以你假設你要知道說這個資料的位置 那首先有點類似像上個範例 就刮符啦 不過刮符比較單純 它一定是前刮符跟後刮符一對的 但是這裡的話就不是那麼單純 它的前面那個字的話 可能可能的喔 有沒有 所以你要分析嘛 可能是裡 也有可能是 這邊也是裡 那這個的話呢 也有可能是區 有沒有 然後也有可能是什麼 也有可能是零 因為之前這邊有個一零有沒有 中程度嘛 所以呢 有可能三種狀況 那三種狀況的話呢 第一個你可能要先找 因為它的順序一定是什麼區 什麼裡 什麼零 有沒有 所以你勢必要先從靠近它的開始判斷 零開始判斷 有沒有零 如果有零的話幫我找零 如果沒有的話喔 那就再找零 如果再沒有裡的話呢 再找區 有沒有 所以它是一個這樣的關係 那也就是如果這樣的關係 你要把它寫成一個公式的話 這個上禮拜講的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太清楚那個的話喔 我上禮拜有錄影啊 只是我還沒有 我可能把這個錄影跟今天的部分喔 把它變成一次喔 然後再把它上傳 那最後的話其實就是這樣啦 就是用Find有沒有 Find零在G2裡面找 那如果找不到的話就Effail 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再去找零 那如果再找不到外面再包一個Effail Effail再去找區 OK 也就是說呢 利用這樣的方式啦 反正一定會找到 那找到之後的話呢 在外面再用什麼 用Mid 用Mid 然後呢去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的前面這個字抓到 然後記得要加1 為什麼加1 因為它要是它這個字的下一個字 所以加1 然後後面的話呢 這個接或者路有沒有 或者到喔 其實這個邏輯 跟剛剛的這個零里區很像 所以其實上禮拜五是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複製過來 有沒有 改成什麼呢 把零里區改成路接道 那這個就是找到後面這個字的位置 再減掉什麼呢 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那就是知道總共透過幾個字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得到我們要的路接道訊息 這個是上個禮拜講到的部分 OK 那最後請各位 把這邊改 就是再改一下 就這邊的話呢 把它點兩下 然後改成什麼 改成函數這兩個字好了 就是把這個工作表呢 改成函數 那因為我們將來是希望 第一階段是希望做出這三個啦 OK 函數做完了 然後再來就聚齊 再來就VBA 所以我們 第一個 函數部分 那這個上禮拜有提到 所以請各位 把上禮拜部分打開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 請你把函數這個工作表 複製到旁邊喔 也就增加一個 那我習慣了 其他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可以什麼 複製工作表 不過我建議最簡單的方法是拖拉 拖拉它 再加Ctrl鍵 然後呢 把這上面的第二個函數 數瓜為我改成聚齊 OK 那這個聚齊的話 實際上就是說 我希望 把剛剛的這個函數部分做完的 把它變成 這個可以刪掉 因為這好像是錄節奏 我們上禮拜的這個 這個把它刪掉 然後我希望呢 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按一下它呢 它可以幫我把這兩個欄位的資料 幫我把它做出來 另外有一個按鈕就清除了 OK 那當然呢 你需要先做一件事啦 就是那個錄製聚集 應該還記得吧 前面我們每個範例都有做到 就是利用那個 制定功能區裡面的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裡面按個確定 然後這邊有個開發人員 錄製聚集特別注意喔 其實也標準的動作啦 反正你先彩排 彩排一下 然後等一下把那個動作錄下來 它就會幫你把你剛剛的滑鼠鍵盤的動作 變成一連串的程式 背後其實是VVA啦 那我們的做法是先彩排 彩排的話大概做法這樣 我大概彩排給各位 1 游標先放在1、2 2的話呢 把游標放在上面這邊 所以1放在1、2 2的話呢 就是游標放上面打勾 意思就是說我把這個公式輸入進去 當然呢 你不需要把公式先刪掉重新打 你就直接用原來有的 因為它其實只是把這個動作記下來而已啦 所以你不需要刪除 那刪的話就是快速點兩下 這個儲存格 右下的這個空點 它就會自動填碼 右下這個空點 快點兩下 它會自動填碼 這樣的話呢就完成 這個一欄的動作 那再來就把游標再放在F2 這個嘛 然後放F2 然後游標放上面打勾 OK 然後再快速點兩下 這樣就完成了 第一個按鈕 那第二個按鈕是什麼呢 第二個按鈕就是游標 因為我要把這兩欄的資料清除 那清除怎麼清呢 其實理論上當然你可以 第一個要選取啦 不過我建議啦 你還是用那個之前講過的Ctrl Shift向下 所以游標記得先放在1、2上面向右拉 實際上就是選1、2到F2 然後再讓它向下 兩欄一起向下 到最下面的話 請你按下什麼 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幫我把這兩個欄位的資料 做一個選取的動作 那選到哪裡呢 選到最下面 Ctrl向下就向下 Shift就選取了 然後按deleteer 這樣的話它就清掉了 OK 所以再把它錄下來 那這個就清除了 OK 所以demo完之後呢 再來我們就開始錄製劇期 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第一個把上個禮拜這個東西完成 第二個的話呢 再錄製劇期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再錄製劇期 你可以按下三個禮拜 這邊是有什麼